《若望末世录》第十四章 以后,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 我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天上, 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好像巨雷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那声音, 也好像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弹的声音。 他们在宝座前, 在那四个活物和长老前唱的歌, 似乎是一首新歌, 除了那些从地上赎回来的十四万四千人外, 谁也不能学会那歌。 这些人没有与女人有过沾染, 仍是同身。 羔羊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常随着羔羊。 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 献给天主和羔羊当作出赎之国的。 他们口中没有出过谎言, 他们身上也没有瑕疵。 随后, 我看见另一位天使, 飞翔于天空中, 拿着永恒的福音, 要传报给住在地上的人, 给各邦国, 各支派, 各议语和各民族, 大声喊说, 你们要敬畏天主, 光荣他, 因为他审判的时辰到了, 你们要亲重造成天地, 海洋和水泉的上主。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伟大的巴比伦陷落了, 那曾使万民和他那光影烈酒的巴比伦陷落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也随他们之后大声喊说, 谁若朝败了那兽和他的相, 并在自己的额上, 或在自己的手上, 接受了他的印号, 就必要喝天主愤怒的酒, 其纳住在他愤怒之杯的纯酒, 必在圣天使面前和羔羊面前, 遭受烈火与硫磺的孤险, 他们圣行的烟向上直冒, 至于万事无穷。 那些朝败了寿和寿相的, 以及团接受了他名字的印号的, 日夜得不到安息。 圣徒的恒心, 就是在遵守天主的诫命, 坚持对耶稣的信德。 以后, 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写下, 从今而后, 凡在主内死去的是有福的。 的确, 圣神说, 让他们劳苦之后安息吧, 因为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 以后, 我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相似仁慈的一位, 头戴金冠, 手拿一把锐利的镰刀。 有另一位天使从殿里出来, 高声像坐在云上的那位喊道, 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期已到, 地上的庄稼已成熟了。 坐在云上的那位, 就向地上伸出镰刀,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有另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里出来, 也拿着一把锐利的镰刀。 又有一位掌管火的天使, 从祭坛那里出来, 高声像那拿着锐利镰刀的喊说, 伸出你锐利的镰刀, 收割地上葡萄园的葡萄吧, 因为葡萄已成熟了。 那天使就向地上伸出了镰刀, 收割了地上的葡萄, 把葡萄扔到天主义路的大榨酒池内。 那在城外的榨酒池受到践踏, 虽有血由榨酒池中流出, 直到马脚环那么深, 一千六百斯塔迪那么远。 请 protein订阅。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